环球网军事5月5日报道,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,美国空军于当地时间5月1日,对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,进行了实弹发射测试,导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登堡居地发射。 报道称,训练用的导弹弹头,飞行了大约6750公里,并击中位于太平洋马尚尔群岛,夸甲林环郊地区的目标。 美国空军新闻处的稿件中说,这些特事显示,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是现代化,多功能的,而且是灵活的。 美军的核武器,可以正常使用,能够抵御21世纪的威胁,也可以加强来自我们盟友对我们的信任。 美国空军方面强调,此次导弹发射,不针对世界上某个事件或者地区矛盾。 英格兰西南小镇,索尔兹伯里俄罗斯双面间谍中毒案一周年时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,周一3月4日,赞扬了索尔兹伯里地区的努力。 而伦敦的俄罗斯使馆,则继续通过社交媒体,驳斥英国官方的调查结论。 BBC广播四台的今日节目说,即使持怀疑态度的人,也承认支持俄罗斯参与毒杀证据充分。 但许多社交媒体评论认为,对俄罗斯的有罪推定现在看来,仍然缺乏证据。 在逻辑上缺乏衔接。 独立报显著莫斯科记者,专栏作者马利德耶夫斯基 Mary Dijewski,说, 英国官方指责俄罗斯的说法,之所以能够在主流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。 主要是英国政府控制信息,以及媒体的配合。 尽管如此。 他认为,仍然有一些人对官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。 英国官方说法。 住在英格兰小镇索尔兹伯里的俄罗斯前双面间谍,和从莫斯科去那里探望他的女儿,因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ok,中毒。 据说这种致命毒剂,被涂到了他住所的前面把手上面。 几个小时后,那妇女俩在小镇中心的长长椅上瘫倒。 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毒死的原因,被归纳为急救急时。 附近波顿道恩镇的国防实验室,提供了专业知识。 索尔兹伯里医院的医护,随后去过他们住所的警官,也没有中毒死亡。 四个月后,同上述中毒案无关的一名妇女斯特奇斯,在抹香水的时候中毒死亡。 那是他的男友,从垃圾箱捡到后,送给他的一瓶香水。 显然那个香水瓶里面,有神经毒剂诺维乔克。 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,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两名特工,被认定为主要攻击嫌疑人。 而这个发现,部分来自民间调查新闻网站Baringcat的线索和街头闭录电视的视频证据。 那两个俄罗斯人被控企图谋杀,还被控杀害了斯特奇斯。 最近又公布了第三名嫌疑人。 此人订了和两名俄罗斯特工同一个航班的机票。 但没有登机。 毒杀案发生一年后。 索尔兹伯里现在又恢复了正常。 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派尔索吉斯克里的住房被翻新修理。 当地警察呼吁公众提供线索。 寻找抓诺维乔克的香水瓶的盒子。 官方提供的信息,基本就是这些。 仍然一点重重。 但是一点在哪里呢? 关于这两三个俄罗斯嫌疑人。 闭录电视视频。 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,提供他们行动路线的线索。 他们的动机似乎也有。 即俄罗斯要惩罚背叛者。 但是除了女儿尤丽亚在视频中简短露面。 照本宣科外。 那中毒时的妇女、俩人,都没有被人看到过。 虽然俄罗斯要求英国提供领事接触。 英国的说法是他们的生命,仍然受到俄罗斯威胁。 需要保护他们。 另外,俄罗斯嫌疑人,被引渡到英国受审的机会几乎为零。 因此,玛丽德耶夫斯基说。 上述案件已经不可能有新进展。 但是人们从一开始对上述毒杀案的疑问,一年过后,仍然没有丝毫减少。 为什么要冒国家生育受损? 在俄罗斯世界杯在前采取毒杀行动。 为什么普京要刺杀一个被交换的前间谍? 危及今后交换间谍的可能性。 为什么俄罗斯在交换间谍八年后才采取报复行动? 而且选在女儿从莫斯科去英国探望父亲的时候下手。 除非毒杀行动是一次擅自行动。 否则这些一年前就有的疑问,现在仍然没有答案。 围绕两名俄罗斯嫌疑人,也存在不少问题。 毒杀行动或许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一次不成功的行动。 但玛丽德耶夫斯基说。 为什么那两个俄罗斯特工的身份,由民间调查新闻网站Bellingcat提供线索证明? 进出英国的俄罗斯人肯定有签证。 肯定有他们从哪里得到签证。 以及入境理由,和他们姓名的相关信息。 航班信息。 英国当局应该在事发后,很快就能掌握这些信息。 双方心知肚明。 玛丽德耶夫斯基,还指出其他的疑问。 如果这些特工如描述的那般工技卓著,他们正在东伦敦藏身了吗? 但只有灵星拍摄到他们行踪的毕录电视证据。 我们也没有看到拍到斯克里帕尔妇女的视频。 毒杀案发生的上午。 这对妇女的手机都关机。 他们的房门手柄如叙述的那样,被抹上毒剂的时候。 他们当时在房子里面嘛。 事发后英国政府的反应也非同寻常。 为什么英国在很少透露信息的情况下,就很快就对俄罗斯发出指责。 并且联络盟友一起驱逐俄罗斯外交官。 那时候,小镇附近波顿道恩镇国防实验室英国自己的研究人员说,他们并不知道那种神经毒剂来自哪里。 在随后发生的斯特奇斯中毒死亡事件中,当局搜查并且对案发房屋进行消毒处理。 对那次事件第一个作出反应的官员,是皇家陆军首席护立官。 还有,斯克里帕尔现在的下落如何? 早先的说法是他获得了新身份,在第三国隐姓埋名的生活。 果真如此吗? 在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布里斯托,在最近的采访中,坚持说斯克里帕尔妇女俩还健在。 但他们不愿意同俄罗斯代表会面。 英国大使对俄罗斯媒体说,英国在调查过程中,对公众发布了一些信息,但并没有公开掌握的所有信息。 难怪一些人对官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。 专栏作者玛丽德耶夫斯基认为,从一开始,英国和俄罗斯就知道事情的真相。 但是出于情报界的估计,双方都不愿意公布全部真相。 新华社东京12月18日电,记者王可佳,江峭梅,日本政府18日举行内阁会议。 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简称,防卫大纲及与支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,简称,中期防卫计划,内容包含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制构建,现有舰艇航母化,大量采购新装备等内容。 这是安倍政府自2013年以来,再度对防卫大纲进行修订。 新版防卫大纲称,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急速增加,日本自卫队要进一步强化太空、信息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。 构建跨域作战体制,还将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,使其航母化,可搭载战斗机等。 新版中期防卫计划则提出,未来五年内,日本将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、无人潜水机等一系列装备,为配合现有舰艇航母化设想,将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的F35B型隐形战斗机。 作为舰载机,日本未来五年防卫预算总额约27。47万亿日元,约合一。68万亿元人民币,日媒称。 这一数字创造了日本五年间防卫预算额的新高。 防卫大纲是指导日本中长期安保政策的基本纲领。 中期防卫计划,则是在防卫大纲基础上制定出的决定,日本自卫对未来五年装备引进、防卫力量建设等方面的具体计划。 此前,防卫大纲多为每十年或以上才修订一次。 但近年来这一纲领的更新速度明显加快。 日媒指出,本次安倍政府紧隔五年,便在修订这一纲领。 不仅加速各种防卫装备扩充。